大家好,这里是系列课职业规划52个深度的解答 我是马华星,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 无意得罪了领导该怎么办 我们用三句话来做个自我介绍 本人马华星从事职业生涯规划咨询和培训10年 这里有我的微信和公众号,欢迎大家关注 我们的课程也有相应的交流群 在我们课程的那个小合同栏目上扫码加入 在交流群里边我们会有更多的讨论 好,今天的话题是职场当中经常出现的话题 叫做无意得罪了老板该怎么办 我们看一看这个问题往往出现的情境是这样的 他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对吧 昨天的会议上老板提出了我们公司的一个方向 我觉得不妥,在会上谈了出来 结果呢,还是自己太情绪化 两边谈了谈了,都冲突了起来 对吧,老板说不对,你这个小孩有问题 你说不,老板我不同意你的想法 然后你们俩就吵起来了,对吧 这时候老板明显脸沉了下来 看来这明显是得罪了他 我该怎么办,是装没事还是要去道歉一下 一般你得罪了老板,意识到了这些情况 包括了你上司一到这些情况 你到底是装没事,你还是要去道歉 这事该怎么去思考呢,该怎么去分析呢 我们先看看,一般情况下 当你能意识到自己得罪老板的情境 是什么样的 他无非就是这两种情境吧 对吧,比如说第一种叫做沟通 就是在沟通中发生了冲突 那这种沟通的情境往往都是什么 往往都是会议吧 你们几个开个会 公司开个什么讨论会 等等等等之类的 在讨论会当中就会出现了沟通中就会出现了冲突 举例比如说老板提出来一个方向 说我们公司应该往 或者说我们部门应该往什么什么方向发展 我们要开展什么样的业务 你基于各种各样的考虑认为不行,不同意 这时候你就会有各种各样的反对 然后你的语气会比较冲 你反对老板就会觉得自尊受到了伤害 于是你们俩就开始 对吧,就开始为了一个证券而争吵 争辩 然后呢就会产生了争执 或者老板认为说我们要做这个项目 怎么样这么做会更快 去调什么时候客户 你认为不行了找不到 于是你们两个产生了出入 就会产生了冲突 这种情况往往我们就把它称之为得罪 对吧 这种往往就是在出现了一些观点问题 方法问题 项目问题 发生了一些中置 你认为自己的某个方式是对的 他认为他的方式是对的 当然你看啊 这种冲突往往最后 最后的动机是不是都一致了 就是大家的目的还都是为了把这件事做好 为了把 对吧 为了挣到更多的钱 满足客户服务客户的价值 主要的 项目方法方向出现了 这是一种 好 第二种得罪的情况呢 就做工作失误 就是你自己的工作出现了一些失误 明显出现了一些失误 造成了一些小的后果 一些影响 这个 对吧 这明显就得罪了你的上司吧 你的上司会觉得 这个这种影响会波及到他嘛 这不就是一种得罪了 是这样的吧 还有就是其他的一些沟通了 不光是工作上面的沟通 有些方向上的沟通 比如说 我能想到的是 就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年轻人毕业 进入到公司里边 对吧 聊天的时候 就问职业规划是什么呀 这个年轻人就说 我最终还是要考研的 我可能在这工作了个一年 等到明年 我就得去考研了 好 你把这话一说 你是不是被你的职主上司听到了 是不是就是得罪了 对吧 他招你的目的 你当初可说的好好的 说要再工作干个两年三年 结果你透露了一些 一些你自己的观点 跟他对你的期待产生了冲突 就明显就是得罪了 是这样的吧 好 OK 这样的情景 无非就是这样的情景 好 那下面可能很多人就会出现一个问题 叫做要不要沟通 因为有很多人 其实他们的观点是什么呢 他们的观点就是 就是我能做事啊 我只要把事做好了就完了 对吧 咱们业绩上 只要别出事就完了 所以我只要能证明自己是对的 就很厉害啊 你明管我说的怎么样 对吧 我对你的项目不认可 我对你的这个 我对你的方向不认可 我对你的方法不认可 我只要证明 我说的是对的 我不认可 我按照我的方式去做 最后给公司带来了价值不就完了吗 反正我给公司带来了价值 我又没影响到你 就是这个意思吧 对吧 就很厉害 他讲的都是这个事 这个事啊 OK 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问题出在这个情况啊 就是这个老板 他不是个机器 老板如果是个机器 反正你最终能给公司带来价值 机器 他有一个平衡标 衡量标准 就是只要你能挣到钱 只要你能为公司挣到钱 你甭管怎么冲突 反正我都 我这个作为一个机器 我都给你打对高 但老板不是个机器 老板是个人 人就是个情绪动物 人就有他的情绪 所以有好多时候呢 叫做什么啊 我们讲一个词 你就明白了 叫通情达理 什么叫通情达理 就是你先讲道理 也许你的道理是对的 也许你的结果是对的 但是你钱 第一步你得通情 你那个情通了 这个理才能输入的进去 否则的话 人们是不接受的 是这样的吧 所以好多了 好多人这个 这个职场当中的一些文章 会去讲说 你看有的老板看中态度 有的老板看中结果 对看中结果的老板 你其实态度冲撞了一些 没关系 你找结果 给他一个好的结果 就行了 好多人是这么讲的 但问题是什么 问题是真的有的人 会只看中结果 不看中态度吗 问题就在这儿了吧 问题就是 几乎所有的人 都先看中态度 人们都只是先看态度 才能看到道理 因为人是动物 就这么简单 你一旦冲撞了他 他的那个动物的原始 情感属性就被激发了 他就会觉得 第一你不尊重我 你甭管你说的对还是不对 你不尊重我 我就要怼你 就这么简单 再加上他又是个老板 他又是你的上司 他的地位又比你高 他就更会把这件事 嫉妒下来 所以好多人都会去看 说老板好像也不记这个事 我这事好像过了 好像该干嘛还干嘛呀 错 大多数的上司 表面上不记 心里其实都有个小账本 就是我们老讲 就是尽管他很忙 但其实他心里边有个小账本 表面上不说 但没准在某些情况下会用 大多数好的上司 大多数情况下不会用 就是你该干嘛干嘛 对吧 你不要 对吧 绩效考核什么的 都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只要你有结果 工程师什么之类的 都不会用 当然有一些小部分 小肚鸡肠的老板 第二天就会搞你 是有这种可能的 就给你安排什么什么工作 给你安排一个 你完全受不了的工作 什么之类的 就有的 大多数老板表面上是不会用的 也不会说也不用 但他这个小账本会记录下来 记录下来在什么时候会用呢 比如说在晋升的时候 对吧 你们这个手下这么几个人 都有晋升的需求 都有晋片的需求 那老板会用谁 老板会提名谁 老板肯定会提名听话的 提名他信任的 你跟他产生了冲突 这个信任的 这个裂痕就有了一点裂痕了 所以这个账本就在这 这个用上了 对吧 再比如说有一些公司的重要项目 做成了之后会有更大的机会的 这种项目 老板可能就不一定会考虑你 你的优先级就会下降 再比如说如果公司要裁员 对吧 这个部门经理会决定谁能裁员 显然这个小账本就起作用了 平时不起作用到这个时候起作用 能理解的话啊 当然有一些小租机场 我在想有一些心胸气量比较小 可能会把上用 所以我的我给你的一个这个建议 就是一定要主动沟通 你既然意识到了有可能得罪 就一定要主动沟通 主动沟通的目的是什么 目的不是为了证明你是对的 或者我是对的 不是为了说老板你说的是对的 什么之类的 不是为了去来干这件事了 目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 是为了带来尊重感 是为了通情 OK 好第一点 那第二点呢 既然主动沟通要怎么沟通 来我给你讲三个原则吧 叫三要三不要吧 好吧 第一个呢叫做尽量这种 就是这种会议上的冲突 或者沟通上的冲突 尽量要在什么地方来去沟通呢 非正式场合下 去做主动沟通 对吧 你意识到了有说话语言 特别是语言冲断了老板 那你应该怎么办 你应该约一个非正式的场合 比如说中午吃饭的时候 能跟你说两句话吗 这叫非正式场合 不要在正式场合下沟通 正式场合下沟通的问题 是什么容易烙把柄 特别是比如说你会议上吵了一架 你还在正式场合上 不是要道歉 你是要干嘛 对吧 老板也不想让这个事 就 这完全公开化 你这不是就挑事吗 所以呢 不要在正式场合下沟通 要在非正式场合下沟通 好 这第一个 第二个呢 沟通态度要诚恳 什么叫态度诚恳呢 态度诚恳并不是说 你要把所有的错都揽到自己身上 说都是我的错 也不是说要把所有的要实诚 对吧 我要很实诚 这个谁 你对的在哪 你错的在哪 我对的在哪 我错的在哪 这些都不重要 态度诚恳的目的就是为了通情 当然你说要认错 什么情况下 如果要说 好多人都说 那我要不要认错 来我来告诉你 要认错该怎么认 就是有些大错不要认 因为你一旦认了 你就要承担责任了 对吧 但是你该怎么去表述这个认错 我们讲一个很重要的 我们往往认的很重要的错误 为几点 第一点呢 我给你举几个表达方式 第一个表达方式呢 叫做犯蠢或者犯傻 什么叫犯蠢或者犯傻 就是你们在沟通当中 你只看到了自己的情境 你只看到了自己面临的问题 面临的困难 不能做什么自己的方法的问题 你没有看到他的那个局面 他所经历的那个过程 他的就老板 他所看到的那个事件 对吧 他可能要的是政绩 你觉得说这个项目完全做不成 他说他其实内心想的是什么 做不成也没关系 有个政绩也挺好的 所以这叫犯蠢 什么叫犯蠢 就是你的视野 跟他的视野不一样 这叫犯蠢 这第一个 你可以这么说 说我犯蠢 好 第二个叫什么 第二个叫召集 就是你可以认错 叫我很着急 什么意思 就是哎呀 我其实挺着急的 就是我也特别想让这个事做好 所以我就着急了 着急不就容易对别人有过高的期待吗 你就对你老板有过高的期待了吗 所以你说你着急 这个词就用得很好 对吧 还有什么 还有叫做我想多了 对吧 你想多了 所以你在你在这个问题上 你就会说这事做不成 做不成是为什么 是因为你想的太多了吗 想多了也是一个很好的理由 还有什么想少了呗 就是想的不够全面 所以你的认错呢 你用这些理由来去承认错误 这事就既不显得说我在推脱责任 又不想把自卫的错 揽到自己身上 到最后要承担更大的责任 OK 这就叫态度称恳 好 第三个呢 叫做有下一步 什么意思 就是争取的 你沟通的目的 一个是在通情 对吧 一个是在情绪上 让老板有一个过程 让老板有个情绪平复的过程 第二个叫做什么 这叫翻篇 什么叫翻篇 就是咱们这个矛盾 这个冲突过去了 对吧 这件事结束了 好 那怎么翻篇 就是我们要有下一步 关于比如说这个项目 你发生了冲突 那下一步 你说哎呀 这个我想多了 我那个什么什么 还是要支持 下一步 你需要有什么样 我提供的支持 或者我要做什么样的工作 我都您直接跟我说就好了 这就叫有下一步 咱们往前看 目的是不要让老板和你 一直往回看 回顾过去的痛苦 回顾过去的争吵 越回顾越出事 越烦恼 好了吧 这叫三要 这样清楚了吧 那三不要啊 那也不要什么 第一个 好多人在这种沟通上 出现一个 第一个最大的机会 叫做过多解释 好吧 虽然我想多了 但是怎么样怎么样 怎么样 这叫过多解释 对吧 你解释的目的 不是还是为了证明你是对的吗 是这样的吧 对吧 你虽然再来一个 虽然我有一些 我自己的错误 但是你这一但是 你越解释 老板就越烦 反而你这件事 越沟通越出问题 所以简单来说 不要过多解释 你的目的是为了赶紧翻篇 这第一点 第二点 不要涉及别人 就是你出现了一些得罪的 那个什么 这是你自己的事 你不能去说啊 都是那个谁谁谁跟我讲的 之前那个谁谁谁跟我说了 说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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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才会这么想的 你这叫涉及别人 什么意思呀 你跟老板一沟通 你这不是 你这不是把另外那个谁也给得罪了吗 那老板跟那个人讲 说 当上次是不是你跟他说的什么什么什么 你这啥意思吗 你这不是把所有的关系全都给破坏了 所以这种 这种得罪老板的事 就把 就只要讲清楚自己的责任 自己的问题 就可以了 跟别人一点关系都没有 千万不要涉及别人 好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叫做不要多次提及 你这有的人这个 去到 就是脑子里边老想到这个事 对吧 所以这不是认错一次 不是沟通一次 沟通好几次 主动沟通完一次 说这些老板说OK行了 对吧 这事已经翻篇了 好 过了一段时间 又跟老板来去讲 之前那件事都是我的问题 什么 之前那件事我怎么样怎么样 你这是 你这叫干嘛 你这不叫撩屎的吗 就那屎还没干呢 你还要老撩他 老撩他 你干嘛呢 对吧 你一次翻篇过完了之后 就等他那个屎干了 不就完了吗 所以好多人就是这个问题 不要多次提及 提一次翻篇完事 过就完事了 OK 我讲清楚了吧 对吧 三要三不要 你按照这个方式来去沟通 就没有问题 好 最后我们总结一下 总结一下 这个 总结一下 这个问题其实提的很好 这个问题叫做 因为好多人都说 我这个得罪了老板 我该怎么办 好 当你提了这个问题的时候 就说明你就已经走了一步了 什么叫走了一步了 叫做你意识到了 得罪了这件事 能意识到 我跟别人产生了冲突 是否是对他产生了冒犯 这件事很重要 这说明你有一个很强的 感受情绪的能力 能理解了吧 能感受到人性 能感受到游戏规则 对吧 你是不是在游戏规则上出现了问题 所以好多人的问题是什么 特别是毕业生刚进职场 他连意识到得罪都意识不到 就你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这个你的上司就给你穿了个小鞋 是这样的吧 所以我觉得第一点能意识到很重要 所以你一般在职场当中要干嘛 怎么才能让你意识到 有可能会得罪 有可能会发生冲突 是因为什么 是因为你了解了职场当中的一些规则 对吧 会议上的规则 上司跟下属之间的规则 以及你是不是也了解了一些人性 比如说你上司就特别看不上什么时候 有的人可能特别看不上迟到 所以你一迟到就出事了 这不就是得罪了老板了吗 对吧 有的上司特别这个忌讳错别算 对吧 所以你写的那个东西 好多错别算 人不就得罪了吗 所以你是因为了解了规则和人性 你就能意识到这点 这点很重要 这第一个 第二个叫做大恩怨往往来自小冲突 就是我们老讲在职场当中 好多时候都会有很多的恩怨 比如说你跟你 好多人的离职 都是因为自己跟自己职主上司产生了恩怨 对吧 搞得很 搞得仇人一样 但是你想过没有 你跟他能有啥仇 你们又不是 对吧 他又没弄你的什么亲戚 朋友什么之类 又没 有能有啥仇 对吧 没有那么大的仇 那怎么会把这个仇越来越深呢 他一定都是什么 都是之前来自各种各样的小冲突 这些冲突积累起来 你又不给把这些冲突翻篇 变成了恩怨 就原来这个事 这个人犯了一个小错 老板可能会觉得 哎就是件事 但你老犯小错 老不那个什么 老冲突老冲突 老板就觉得这个人有问题 你 你跟老板发生了冲突 你们就是一件事 但老冲突老冲突 你就觉得这个人有问题 所以我们讲大恩怨往往来自小冲突 沟通的目的就是在冲突还没出现的时候 或者冲突刚出现的时候把这事解决掉 所以我们讲阻碍一个人的前进 往往不是道路上的大石头 往往都是血里边的细沙 那个血里边的细沙就是小冲突 能理解了吧 好 第三个叫什么 叫做叫做人们都要有 都有一种被完成的目的 当你在会议上 或者在什么沟通上 发生了一个冲突 得罪了的时候 你觉得这件事完成了吗 你会发现这件事并没有被完成 所以呢你惦记着他也惦记着了 你知道吗 那个老板为什么记了个小账本 是因为他没被完成 怎么才能被完成呢 对吧 如果你不跟他去主动沟通 对吧 去把这件事翻篇 去通那个情 那他就会在什么时候被完成啊 他就在你晋升的时候完成你 他就在裁员的时候完成你嘛 在裁员的时候 他就把你的优先级提高 在晋升的时候把你的优先级提低 反正我先把你裁掉了 这件事就算完成了 所以你不在现在完成他 你就会在未来被完成 OK 所以我们讲这个 人就是这样的一个特点的动物 就是这个叫菜格尼芬效应 当你发生了冲突的时候 就意味着这事悬着呢 你要想办法让这件事完结 一个最好的完结方式 就是主动沟通的方式 三句话 五句话 对吧 五分钟的事 就让这件事完结翻篇了 能理解了吧 OK 好 最后最后 感谢各位的聆听 我们这个有一个符号叫 颜值有理星球 欢迎大家关注 里面有很多宝藏吧